好 放棄的音樂突然醒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也有散光的問題 是不是先跟我們講一下現在眼睛度數的狀況 真請靠白 好了 我有散光的問題 除了生活上很不方便之外 是不是對工作也會造成一些困擾嗎 多多少都有 比較危險的時候 像最近拍動作片 然後如果沒有看清楚 比較容易受傷 比較容易被打到 這次拍大冰想像也有受傷 也有很多的全身上的那些 可是我想沒有戴眼睛已經會更嚴重 所以現在戴上了我們的全新散光日炮 有什麼樣的全新感受嗎 開演唱會 你會覺得原來 有字幕記的 沒有我沒有用字幕經 這個也是一個好習慣 以前不會看字幕經 因為看不清楚 所以就強迫自己把所有的歌詞都背得滾滾爛熟 那現在戴眼睛還是 不需要 還是不要看字幕經 但是可以看到歌迷 可是可以看到歌迷他們做的牌子 就是最後一排的歌迷們 他們做的海報啊 小的看得很清楚 還有他們臉上的表情 所以我覺得可以跟他們互動的比較好 Wonderful Thanks to博士了 對不對 其實不管力鴻也好 很多很多的散光族都可以受惠了